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694集 阿姨,我都能解决的,您已经帮了很多忙了 光慧娥很笃定夏大军不会再找上门 夏小兰估计她是威胁过夏大军 最开始不喜欢夏小兰的是她 现在要互独自帮助夏小兰的也是她 夏小兰没觉得光慧娥是精分 而是真正感受到了周成家里面的诚意 还有更直白热情的周奶奶 以及严肃却开明的周老爷子 没有人说过,要夏小兰放弃学业和事业 以后乖乖替周成操持内务 他们顶多在考虑夏小兰和周成是否合适 却无人强迫夏小兰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 去成全周成的未来 夏小兰觉得自己很幸运 找个小鲜肉谈恋爱 小鲜肉的家人这么好 她已经将小鲜肉升格成了结婚对象 光慧娥以后肯定是震惊的长辈 想了想,夏小兰还是把夏紫玉跑来蓬城的事说了 光慧娥沉吟了片刻 她来找夏大军的 只有她一个人来还不够 应该把夏家其他人也弄来 不是还有个偏心的奶奶吗? 人多心杂,有这些人缠着夏大军 她更没空去找小兰的麻烦 夏小兰也在想这个问题 夏紫玉知道夏大军在蓬城 那夏家人知不知道 夏大军现在赚了点钱 不知道该咋花 夏小兰也觉得该找人替她花一花 等发现赚到的钱还不够满足夏家人胃口 夏大军就会想着多赚钱 而不是上演妇女情深的大戏 送完周成 夏小兰又到机场将光慧娥送走 已经到阳城 她肯定要顺便去见一见陈希良 陈希良还不知道她出车祸的事 夏小兰的脸其实已经消肿了一些 陈希良仍然吓了一跳 夏,夏姐 你这是 没什么 被别人的车撞了下 瞧这下人 其实只是擦伤 你那边的店怎么样了 京城露娜的店面装修得差不多 阳城这边还有另一个店 刘勇派的是李栋梁 在这边负责 哎呀 嘴里说不清楚 夏姐 我带你去看看 还有公司租下来的办公室 夏小兰要是回了商都 再来阳城的时间定不了 一次性就把阳城这边的事搞定最好 花了周城的钱投资 她要看看 钱花在了什么地方 陈希良找的办公室 离陈宇之一厂很近 这人脑子滑头 夏小兰忍住笑 你这是 想抢何厂长的生意 那些经销商 能到陈宇拿货 拐个弯就是露娜服饰 陈希良咽过拔毛 总要从陈宇手里接点生意 更心黑的是 衣服还是陈宇带加工的 陈希良把亲姐夫看得死死的 一件房板 都别想从陈宇之一厂里流通出去 要出货 都要经过陈希良眼皮下 难怪这人会从千钧万马里 拼出一份家业 陈希良黑黑笑 双赢嘛 我让姐夫喝火 他又不肯 怕我搞品牌 卖不出去 夏小兰一头黑线 这话听着真刺耳 要不是知道陈希良有本事 就听这话 他能揍陈希良一顿 这是拿了投资人的钱 还嫌投资人傻呀 陈希良被夏小兰 似笑非笑的眼神 看得发虚 甘笑两声 领着夏小兰上楼 陈希良请人做了公司招牌 耸立在小楼的顶部 他租的地方 就是连接着陈宇之一的一部分 是这一厂大门口的一排二层楼房 房子就是厂里的 我花钱租下来 办公生产两部 多方便啊 是挺方便的 夏小兰跟着他走了一圈 发现地方还是简单装修过的 并没有因为省钱就乱糟糟 陈希良挠头 本来不想装修的 怕经销商一走到公司来 就被吓到 陈希良好歹是中当定位 公司各种脏乱破不太合适 生意上 陈希良本来就是个抠门的人 李栋梁负责装修阳城这边 露纳的门店 陈希良让他顺便 把这边办公区的墙刷了 办公家具是旧货市场买来的 重新打磨刷漆 地上铺着瓷砖 看上去也四模四样 反正80年代的办公室 搞成这样并不丢人 陈老板还给自己弄了个办公室 他自己办公和代课功能 合二为一 墙上挂着万马奔腾的水墨画 布置得简洁雅致 审美这东西真是天生的 陈希良喜欢服装时尚 基本的审美已经养成了 没有搞恶俗的摆件 当然这可能和陈老板的 抠门也有关 创业刚开始嘛 舍不得花钱 除了办公室 陈希良还搞了几个工作间 他从其他服装厂 挖了两个服装设计师 一男一女 都不超过三十岁 这是公司的另一个老板 你们叫夏总 两个设计师脸上有异样 第一次见夏总 瞧着还挺狼狈的 夏小兰脸上的肿 还没退 他不在乎陈希良招的人 对他什么态度 但他在乎这些人的工作进度 公司现在的成品 有多少了 不是想赶上今年的春装吗 总要有衣服可以卖吧 陈希良领着两个设计师 又把夏小兰往一楼带 原来一楼是个小展厅 灯光打开 品牌的出版衣服 穿在塑料的模特身上 熨烫整齐 乍一看 已经有几十个款 别看这些衣服 件数不多 这是质版呢 先有板样 才能大规模投入生产 陈希良带着两个设计师 日夜赶工 才在年前拿出这么多板样 陈希良想要得到夏小兰的认同 夏小兰缠着纱布 也不耽误她一件件看过去 从板形到面料 再到色彩的选择 其实陈希良原本就是 从制衣厂出来单干的 这几年 从陈希良手里批发出去的款式 都数不清了 她能带夏小兰来看 就证明衣服不会有多丑 的确也挺好看 颜色大胆漂亮 春装有大色块的亮色 够醒目 却不会刺眼 陈希良不仅带夏小兰 看展厅 还给夏小兰看账本 迄今为止 公司花了多少钱 员工的工资是多少 陈希良当然要给夏小兰 一个详细的账目 夏小兰也没推辞 考验人性 多半没有好下场 防止将来扯皮 不如现在就把规矩培养好 夏小兰不管公司日常事物 连个账本都不能看了 展厅的门大开着 他刚把账本翻开 几个人冲进来 一个女人要去拉夏小兰 被他下意识往后一躲 好你个狐狸精 敢和陈希良出双入队 在这边